新城乡公所在新的一年 并且把入口异象的漫波鱼重新粉刷 呈现给游客崭新的一面 另外在新城乡公所的门口 青年住在周围 仁本桥、仁木桥和镇德桥 打造出了光雕的景象 来营造幸福美丽的城市 迎接虎年的到来 新城乡公所把最具特色的入口异象漫波鱼重新粉刷 让游客来到七星潭的时候 欢迎大家来新城乡观光景点游玩 另外还有当初签打卡景点 新城乡的河立台表示 希望这两处景点可以成为大家最热门的好去处 营造香青年最具特色 同时也在乡公所大门 青年住在周围和三座桥来设置光雕 也成为花莲的新的亮点 年关将近 公所在新城乡各个角落 各个地方 包括景点 包括我们的曼波鱼 换新装 在我们七星潭的位置 以及在我们公所行政七块的部分 包括在七年国展 我们整个桥梁 我们有人本桥 人木桥 以及镇德桥等等 其他地方 包括一些村办公处的地方 我们是光雕的一个景点 目的是要让我们新城乡亮起来 尤其在明年是虎年 这虎年这一年 可以说是让你幸福 让你健康 让你快乐 所以我们要创造一个幸福感在新城乡 新城乡是花莲县的大门户 所以要进入我们花莲县的地方 毕竟要经过我们新城乡台九县这个七块 所以我们在台九县除了做一些花海的景点以外 所以在整个灯调的创意当中 也能够让我们新城乡 湘民感觉到过年的氛围已经到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几个景点 让新城乡能够亮起来 让各位相信晚上的时候 能够到这个地方走一走 看一看 新城乡在河里台表示 牛年即将结束了 迎接新的一年 重新让新城乡亮起来 新城乡为花莲县的大门 晚间点缀光调 可以让游客和乡亲们知道来到了新城乡 也希望大家来到新城乡游玩 欣赏这里的山水美景 记得讲一新城乡为了